大家好,我是Stan 去年无预警宣布退团 引起饭圈争议的10MX Gini 将在下个月11号发表个人出道专辑 9月14号,Gini通过IG 正式宣布了10月11号搜罗出道的消息 搜索公司也在官方账号 公开了首张一批专辑的宣传时间表 根据公布的时间表 Gini将在9月18号开始 将依次发布专辑预告片 概念海报、曲目列表 专辑封面图片 主打个MD预告片 所属公司表示 为了一直等待的粉丝们 公司计划进行多种促销活动 希望大家期待Gini的正式宣布出道 因为在Gini离开JVP娱乐的时候 公司只是表示 是因为Gini的个人原因 没有详细的说明 而现在又有了宣布出道的消息 所以令粉丝们都非常疑惑 很好奇退团原因 虽然没有义务要告知 但我以为她退团是因为不想再做歌手了 现在又要开始活动 感觉很生气 JVP娱乐的退团总是这样 不够之理由 退团后马上Solo出道 Pak Jepon Pihana 然后是Gini 怎么一直反复一样的事情 因缘各自的路就好了 有什么好疑惑的 是为了做Solo吗 如果是自己走出去的 应该还是有做歌手的意志 只能说是与组合的因缘方向不合吧 如果只是以因缘方向不合而退团的话 能够解除这个合约的JVP娱乐 真的是心胸宽大的公司 好神奇 就不能当成是 啊可能是有什么原因吧 这样吗 JVP娱乐与Gini 互相不觉得有问题 第三者们不能说什么吧 对于Gini的Solo出道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不管怎么样 Mix的Gini都加油 下个消息是 9月15号通过人川机场入境的BlackpinkLisa 因为没有秩序 以及没有礼貌的粉丝们 而被洋娃娃打到脸等的影片 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我们先来看一下 Lisa脸没关系吗 好像脸被打斗了 之前入境的时候 从来都没有过这样 现在粉丝们都生气了 可能是因为明天的演唱会 入境的外国粉丝们吧 都是外国粉丝 为什么对歌手做危险的事情呢 这样一起拍照的话好吗 影片里都是外国粉丝 为什么要这样 都这样了 看她还是一直在笑 感觉又漂亮又心疼 然后目前在网上传播的 Blackpink谁谁谁 没有续约的消息 都是假的 YG官方也好 韩国媒体也好 都没有发表过任何内容 应该等到韩国演唱会结束后 就会有消息的 所以大家一起等待吧 接着感觉又有评优谈 是怎么玩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